嘿嘿 大家好 我是阿易 好 我們今集就來到第二集的 Attack of B Team 某些模組的教學 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隻Laser Drill Precharger 即是大家都經常在留言說的雷射專 我也收到不懂的訊息 有人叫我做雷射專 我在這裡就會教大家怎樣做雷射專 事不宜事 我們開始了 首先要做雷射專的食譜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吧 一些雷射專 再加這些東西 再加這些Growstone Emulator 就是會做一個雷射專 這個就是一個雷射專的預測器 也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我稍後會教大家怎樣做這些 這個Pring Slime Ball 我想是大家最頭痛的東西 這是什麼? 我們稍後會教大家怎樣做這些Pring Slime Ball 好 首先我們從Growstone Emulator 開始講起 以及Hardonglass 開始講起 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這邊 首先我們用Hardonglass 就是這個 就是Pulferized Obsidian 就是磨了的黑玉石 再加一些圓的圓頂 就會做到這些Hardong Glass 每8個磨了的黑玉石 再加一個圓頂 就會做到兩個Hardong Glass 首先做黑玉石就是這樣 一顆黑玉石就磨到四個磨了的黑玉石 這樣就會做一個Hardong Glass 然後呢 我們要怎樣做一個Elluminator Frame 先按一下 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Elluminator Frame 很簡單 有些紅石 圍著一個硬化堡 剛剛做的Hardong Glass 再加一些銀的Nugget 就跟金粒的做法一樣 好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這個Glowstone Eluminator 因為呢 你看到這個就是Elluminator Frame 就是這樣 對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Glowstone Eluminator 要的就是 這個不是Blazing Fire O3 我不遲著它 等一下我找東西遲著它 這個就是Blazing Fire Energized Glowstone 不知為何它就 應該是Blazing Fire O3 這樣就變成Blazing Fire O3 要做的就是 把一顆Glowstone放進去 然後呢 每顆Glowstone 就會做到1000MB的Energized Glowstone 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這個Energized Glowstone 和這個東西的各個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用這個Emmity模式 把它倒在這個Elluminator Frame 就會做到這些Glowstone Eluminator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做到這行的東西 還有這行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就要看一看 這個Plazit是怎樣做的 這個Plazit呢 首先呢 我們就要斬這棵樹 這棵樹就是 Mine Fracture Reloaded的橡膠樹 平時的森林 應該會在橡樹中間 會找到一棵Rubber 你會斬它一棵樹 也會掉樹苗的 那你斬了一棵樹 就可以回家裡 還會拿著樹苗 那你斬這些樹之後呢 它會拿到這些橡膠 Raw Rubber 你把它燒一次 就把它變成這些Rubber Bar 然後再燒一次 就會變成這些Raw Plastic 那你把它在這裡的 合成桌子 這樣把4個8萬一起 就會拿到這些橡膠 一片片的橡膠 那這裡就完成了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那你現在看到這些Corel Restone Condition Toil Restone Reception Coil 那就是很簡單的 這些Electrum就是 也是放在這邊燒的 對 Induction Smelter 那燒的方法就是 這個 一個金和一個銀 就會弄出兩個Electrum 那也是很簡單的 那我們就這樣吧 那它會弄出一個Conductance Coil 就是給這個預測器的 那然後呢 還有一個用金做的 就是Reception Coil 就是做這個主要的鋁蛇鑽 再加點Diamond 那這個呢 就是食譜了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粉紅色的史萊姆球 在哪裡做的呢 那在這邊呢 我就會教大家 怎麼做史萊姆球的 那首先呢 做史萊姆球 我們需要這個Swaterhouse 這個也是Mine Factory Reloaded的東西 那Swaterhouse的食譜呢 那我就給大家看看 Swaterhouse 就是這樣的 Infagrea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怎麼做的 Infagrea 那就是 這個的 就是這個的鐵 再加一個Ferrous Metal 那就是這樣 也可以這樣 鐵 再加一個Ferrous Ingot 這個Ferrous Ingot 也是一個礦 那你就會在下面找到Ferrous Oil 這個加這個呢 會做到三個Infagrea 然後我們就再看看 這些Infagrea 和Infagrea 跟普通的Diamond 就是鑽石劍 那些一樣做法 那這個也是那邊的Reception Coil 就是這樣的 那就是這樣 很簡單 做了一個Swaterhouse 這個Swaterhouse 這個Swaterhouse 好像駁電 在下面駁電了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放一些史萊姆球 可以用之前說過的生瓜器 我們就把他放在上面 等他Swater 之後 他就會有些液態的粉紅色的Slime 粉紅色史萊姆 液出來 我們就等他 他會看到 在這邊就會出一些肉 那在這邊 也會有肌肉 出一些粉紅色史萊姆 那你就要一桶的粉紅色史萊姆 那我就 現在放不夠出來的 那你存到1000MB 那才會在那裡 一桶的粉紅色史萊姆出來的 所以你也要預備 為數不少的史萊姆球 即是我現在放了大約十多二十隻 的史萊姆出來 都應該只有半桶 都未夠的粉紅色史萊姆 那你就要存到1000MB 那你就會先拿到 這個粉紅色史萊姆的桶 那就是這個 那接著要做的事情 你就是拿出來 然後放它出來 那你當放它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出這隻粉紅色史萊姆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這個粉紅色史萊姆 好 那拿到這個粉紅色史萊姆 那就可以將它放下來 那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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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它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雷射轉的預測器 那你最主要是要這兩部機 還有電 那我們的成品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夠成品 那我就先拿它出來 那現在就用這個Creative Energy Set 那我們在Creative Mode 就這樣用 那這個Laser Focus是什麼 那你看到這邊 我正在試很多東西 很多部機器 那我們就試這個Focus 那這個Focus 那這個Focus分別 就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就是羊毛和染料 有這麼多顏色 那它就有這麼多顏色 那就是說是15種顏色 那就是這堆 不是16種顏色 那就是這堆顏色 那它的整法就是這樣的 一些綠寶石 金盒 再加一個有色玻璃 白色的 不過是Mine Factory Reloaded 有色玻璃 那它的整法是怎樣 那首先呢 那也是很普通的白色的玻璃 白色的玻璃 那就可以製造它 那這些白色的玻璃 那這些白色的玻璃 要怎麼製造呢 首先呢 你要把一些黏土 加上這些硬料 那這個可以是骨粉 可以是紫色染料 橙色染料 然後會製造一具 陶瓷的染料 那就是不同顏色的陶瓷染料 那就是不同顏色的陶瓷染料 然後呢 你把它放進去 陶瓷顏色的不同顏色 再加一些玻璃 那就可以製造這些白色的 染色玻璃 那你就把它就像平時 製造玻璃片一樣 製造它出來 那就可以製造這些玻璃片 那就會製造一個 Focus出來 那就可以有這些 那就可以了 那然後就到重點 這個東西怎麼組裝呢 大家都看到大礦這個東西是怎麼組裝的 那我就在這裡用了四個 那就免得博管 那我在這裡再建造一次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們首先呢 要刮一個洞 就是去到機癌 或者去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可以都可以 一個去空都可以 但是呢 我們平時是掘不到 所以我們 掘到機癌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鋁石鑽放在這裡 這樣 你就會看到 有一條柱就伸進去 但是這條柱呢 就千萬不要碰 因為這條柱是會著火的 不像那些 很普通的風火台那條柱 這條柱呢 是會殺到人的 所以就 小心點 它就會開始融癌 受傷害 那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 對著這個鋁石鑽 放這些的鋁石鑽預測器 那呢 就在四邊也放 那我放四個 那呢 這個就是做這件事的 那然後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 給電 那我們就 這樣 跳高一點點 我們就把這個電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給電的方式 不是直接給電 它是要這樣 然後經四個手機這樣給電 那我們就這樣 這樣鋁石鑽好 等一下 這樣鋁石鑽完之後呢 它下面呢 這個鋁石他電 它就會產生一些電力 那你看到呢 就是300個鋁石鑽 那這個呢 就是要300萬個 對 300萬個RF 或者是30萬個MJ 那就會做到這個 一個礦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它會彈出來 那我們放箱子在這裡 那它就會自動收進去 那這裡彈出來 那它就會放進去 那這些礦是隨機出的 那大概的機率是多少呢 可以看看這裡 這裡呢 就是我大概溫了 大概一個半小時之後的成果 那就是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有一個貪口 那就會是 普通的煤和鐵比較多 那其他的都是跟回礦物的生成機率的 對 那至於我們剛才說過的這些 Focus 有什麼用的呢 對 這些Focus有什麼用的呢 這些Focus 就是加大某一種礦的礦量 那譬如我們看看這裡 白色的 那你就會看到 這些的 石鑫礦是比平時多很多的 那橙色 那這些也是 會多了銅礦 還有這些R-die-all 那紫色呢 就是沒有什麼的 那粉藍色呢 就是多了一些 鑽石礦 那我就不一樣數了 那我就在這裡 讓大家看完它 那我就在這裡 排好所有的 不同顏色 的Focus 就是這些 那就是這些 那就對回它 不同顏色的Focus 還有它可以拿到不同礦的機率 首先白色就是石鑫礦 橙色就是銅礦 和這個R-die-all 那就是 Magenta-wool 那這個 那就是這個 鐵 那淺藍色就是 鑽石 黃色呢 分別就是 螢光石 這個就是 Tree-all 再加上這個 金礦 那Lime呢 這個青綠色礦 就是製造了 六寶石礦 粉紅色是沒有的 然後淺灰色呢 就是製造了 Teen和Fervice-all 那這個 青綠色呢 就是會拿到 這個 然後呢 紫色的 紫色的 Focus呢 就會拿到 圓和 Tencinite 藍色呢 就是 青金石 Cobal 還有 Suffire 藍寶石礦 那這個就是 啡色呢 就會令到 Torpas 和鐵 那綠色呢 就會是 Peridot ore 那 紅色呢 就會是 Ruby ore 和 redstone ore 黑色呢 就會是 Silicon ore 和煤礦 那 灰色呢 就沒有的 對 那就會有幾種 是沒有的 分別是 粉紅色和灰色 那這些呢 可能是 根據它不同的Modpad 有些什麼礦而敵 所以 這個 只能在 Attack of B 裡面作盡 那這個 鎂射轉呢 就很簡單 我們就實現這個鎂射轉 那還有呢 如果需要不同的礦 就可以看看這裡 那我就停3秒 那這裡呢 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些礦有些什麼可以用到的 那大家可以參照這個表 可以叫做表的東西 那 就提醒你需要哪種礦 就放哪種focus 如果不是呢 那其實很簡單地 就這樣放這些 就不放任何focus 都可以拿到不少礦 但是問題呢 那需要大量的電力 那這個電力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發揮創意 那究竟可以怎樣做 好 那我們今集的教學 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教大家 點聲雷射轉 那也是同之前起論 如果你有什麼想我教大家做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在facebook 留個like 然後在我的wall上面 留言 那可以跟我說一下 那你就有什麼想我做教學 想有什麼想我教你們 那不妨留言 還有記得按個like 如果喜歡的話就訂閱 好了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